黄太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取北京如伐大树,先从两边砍拙,则大树自图。就是说,要想夺得北京,入驻中原,不能直接攻打,要先形成包围之态,把枝枝叶叶全都砍掉,最后这个大树自然就倒了。 早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,黄太极的父亲努尔哈士,就以十三副一甲起兵。但那个时候,后金大清的战略思想尚未萌芽,只是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。 所谓十年磨一剑,努尔哈士这剑一晃就磨了三十三年,到了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,努尔哈士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,1618年,发布告天七大恨习文,宣布与明朝决裂。 七大恨我之祖父,未成损明边以草寸土,明无端起信边垂,害我祖父,此恨一也。 明虽起信,我尚修好,舍卑力士,繁买汉人等,无越江土,敢有越者,见及诸之,见而故纵,殃及纵者,据明赴于诗言,成兵越界,未诸夜贺,此恨二也。 明人于清河以南,江岸以北,美岁且于江长,此其壤多,我尊氏行诸,明赴乾蒙,则我善沙,据我广明使陈刚古礼方吉纳,携取诗人,杀之边境,此恨三也。 明越境以兵驻叶特,比我以聘之女,改师蒙古,此恨四也。 柴河三叉府安三路,我累是分手,将土之众,耕田一股,明不容留获,前兵驱逐,此恨无也。 边外叶赫,获罪于天,明乃偏信其言,特遣。 十一书勾言,此心凌辱,此恨六也。 西哈达诸叶赫二次来亲,我自报之,天机受我哈达之人矣,明又党之,且我还习国,即以哈达之人,属被叶赫侵略,复列国之相征伐也,顺天心者胜而存,逆天意者败而亡,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,得其仁者更还乎。 天见大国之君,即为天下共主,何独够愿于我国也。 今诸天谴之也贺,抗天意,道智是非,妄为都断,此恨其也。 从此,后今功成绿地,明朝疲虞分明。 到了皇太极继位的天聪七年1633,皇太极和贝勒大臣们展开了讨论,讨论的主题是,明朝、蒙古、朝鲜,先打谁。 此时,多尔滚、多夺、阿基格等贝勒,都想要先攻打明朝。 吉尔哈朗说,以举兵身仁其境,焚其卢舍,取其财物。 毕竟晚宫当晚强,秦为先秦王,这也没什么不对。 为先图其大者,则其余自灭。 皇太极对这些想法不反对,但还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,一定要先干掉朝鲜。 崇德元年,朝鲜人祖十四年,1636,皇太极命阿敏率军东征,攻打朝鲜。 崇德二年,朝鲜人祖十五年正月三十,清于朝鲜定立了三田都盟约,根据盟约第二条, 以二之长子,并在另一子集出为首大臣,由子者以子,无子者立地为至,而若失事,则振立二子四位,朝鲜世子等人应作为人至到清朝居住。 至子外交,古已有之,是至国王或仲臣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其他国家生活,在战略上形成外交妥协。 在清朝看来,此举是出于长远的战略打算,意在胁迫朝鲜驻兵,答应其征调之令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狮子及朝鲜遵守盟约的保障。 朝鲜战败,狮子都被带到深阳了,国王怎能不俯首称臣。 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,奉大清正硕,每年进贡金、银、布、米等物。 从明朝的附属国,变成清朝的附属国。 黄太极还很擅长展示国威,每年都邀请狮子与凤林大军参加试舍,打猎,阅兵这类活动,并问狮子的感受。 狮子回答,其整肃意。 不禁赞叹清军的整齐,严肃,黄太极大喜,称,无疑次兵既定东土,又将促踏中原,其谁能我敌。 这些活动让朝鲜狮子目睹了清朝军纪的严肃和军队的强大,同时,也使狮子们了解了旗舍的文化。 东边的忧患解决了,还有西边要处理。 明朝末年,蒙古分为末南、末北和末西三大部。 末南蒙古的南,东两面分别与明,后金钦接壤,因此成为两国军想争取的重要势力。 末南蒙古内部,在究竟与谁结盟的问题上,意见严重分歧。 其中力量最强大的查哈尔部首领林丹汗,主张联合明朝。 而末南其他部,多数主张依附后金钦,共同抗明。 针对这一态势,皇太极采取两手策略,一方面对愿意依附者施以恩惠,另一方面,从公元1628年天聪二年开始,连续多次征伐查哈尔部。 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代嫡孙,在后金崛起时,查哈尔林丹汗,已称雄与末南蒙古。 在明王朝的支持下,林丹汗与后金相对抗,并自行于蒙古各部,企图统一一副祖先之霸业。 而皇太极与明相争,碧玉联合蒙古其他诸部,所以与林丹汗的谋斗加剧。 皇太极与林丹汗争执不下,终于在天聪八年,1634打赢了,林丹汗拜王青海大草滩,所属不重也纷纷归降后金。 打败林丹汗也就算了,还娶人家老婆,窦土门福尽和多罗大福尽囊囊太后,窦土门福尽最先由部落头领护送归父。 窦土门福尽年轻漂亮,戴善等人认为,如果皇太极不纳这位风姿秀逸的福尽,各贝勒将互相争夺,不但于后期内部无力,也会影响招普和笼络林丹汗属下不重。 皇太极权衡利弊,答应了这门亲事,并编造了一个动听的故事,此次出师,在那里特合驻营时,曾有一美丽的词汁飞入我的营上,看来迎娶窦土门福尽乃是天作之河。 皇太极娶妻,其实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。第二年,他又纳娶娶囊太后,动机也是如此。可见,皇太极娶人家老婆,也是有苦衷的。 从德元年1636,末南蒙古十六部首领在圣经,进辽宁沈阳集会,决议奉皇太极为可汗,正式归赴大兴。 两年之后,末北蒙古的喀尔喀三部前世来朝,与清朝建立陈属关系。 至此,可谓是明朝的左膀右臂,都被皇太极砍断了。 之前,清军曾几次入境截扰,进军路线军避开明军严密防守的几周,宁远,山海关一线,绕到漠南蒙古领地南下,直接攻击大同,宣服,今河北宣化,尊化,对北京形成巨大威胁。 部分清军甚至南进宝定,积南,劫掠而海。 如今,皇太极改变对明蒋和的姿态,转而采取积极进攻战略,不再假到漠南,必时积蓄,而是强攻锦州至山海关一线,意图彻底打开入关夺取天下的大门。 皇太极擅长用人,对明朝辽东的官兵和将领,奋力拉拢与争取。 皇太极深知,经国与明朝的战争,是一场殊死决战。 争夺土地,诚实,财务固然重要,而争取辽官,辽将更为重要。 如其上欲所云,金银毕薄虽多得不足喜,为多得人为可喜耳。 金银毕薄用之有尽,如收道一,二贤能诗人,堪为国家之助,其力赖宁有穷也。 1641年,明崇真十四年,清崇德六年四月,在几经挫折后,清军调及金银力炮,再次猛攻锦州。 明首将祖大寿艰难之称,向朝廷告急。 祖家军归降,皇太极对祖大寿于一封后赏赐。 祖大寿亲赴金军御营,拜见皇太极。 皇太极以报见礼相见,极表尊重之意。 酒宴上,皇太极捧金之灼酒敬大寿,并将身着黑胡帽,雕球,金玲珑,断靴等物商给大寿,对大寿言,出来归我,一拜天地,以礼相见。 因木叶,不能成礼,且在荣行,邪物无多,不能以家物相也。 祖大寿十分感激,回答说,蒙皇上优待若此,夫复何言? 我虽之余,启牧师等爷,于是献出夺取锦州的计策。 风火不断,到了九月,皇太极亲率大军,抵达锦州城北五十里的七家堡。 他首先派兵夺取杏山,笔甲山,断绝明军粮草,动摇其军心,然后成明军慌乱后撤之时,分割,打击, 兼敌五万三千,将剩余明军围困在锦州、嵩山,宁远三座孤立的城池之中。 当然了,后来明朝一个都没守住。 公元1642年,明崇真十五年,清崇德七年十一月,皇太极派遣贝勒阿巴太率军人官, 试图联络农民一军未成,后转战千里,破八十余城,撸掠人口,牲畜数十万。 民军不利阻拦,清军轻松返回圣经。